我们用红法艾德的这个抄袭或没有抄袭的这个新闻来学一学法庭一些相关字 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起度 红法艾德都知道是谁吧 Ed Sheeran 这个家伙 那他被控诉 说他抄袭了一首这个经典名曲 就是Let's get it on OK Let's get it on 那他的歌 Ed Sheeran他自己的歌是那个 Thinking Out Loud 如果你不记得这歌的话 稍微哼一下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好了如果你听不出来这是什么歌的话不怪你 我哼的这个低很多乱七八糟的 但至于这个Marvin Gay的歌呢 我就不哼了 因为他的音调非常的高 我大概哼不上去 无论如何 他被告 被告说 你这个太像的吧 那结果呢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法 法庭的这个 这个back and forth 到最后 这个七人的 嗯 裴审团小组 呃 判定说没有 他没有吵 所以这新闻说的是 嗯 没告成 所以这里说了 British singer British singer Ed Sheeran Didn't steal Verdict Thursday 所以这个 Verdict这个字就是判决 OK 好 如果说今天有判刑的话 那多半那个刑则部分是法官去裁量的 所以那个叫 sentencing 那sentencing的部分就不是Jury来做的 Jury只会说有罪无罪 OK 好 所以这个 sentence这个字 虽然我们有理解为就是英文 就是讲话的句子 可是在这个 嗯 法庭里面 他还是判决 判出来的刑者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引发 这个Ed Sheeran 就是 开玩笑 说 哈 我就不需要 退出音乐界了 因为他本来说 要是我输了这场官司的话 我的妈就退出音乐圈 好 所以他曾经有做过一个这样的 呃 所谓的威胁 所以他这里用的词是威胁 威胁退出 音乐圈 所以他这里说 prompting Sharon 这prompt就是 引发他做什么事 所以prompting Sharon to joke 开玩笑 later that he won't have to follow through on his threat to quit music 没有说那么复杂 叫什么 quit the music industry 没那么啰嗦 就直接说 quit music 那前面一个词就是 他不用去 把这个承诺兑现 所以把那个承诺兑现 除了你可以说 fulfill your promise deliver on your promise之外 你可以说 follow through on his promise 所以这里这个 follow through这个词 OK follow through 那follow through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用法 你知道follow就跟着之类的 所以他本来说 我的 我就要退出音乐圈 然后呢 我就来follow through他 跟着我这一个promise 我就往前走 那所以把它翻译成达成 也是可以的 那follow through 可以用在我刚说 其他一些什么地方 你想象一下高尔夫球 或者投篮 篮球 或者甚至丢棒球 那你知道这些动作 它都是 你不会再像丢棒球 你往前一丢 你的手不会停在半空中 你会把你的投球动作给完成 那打高尔夫球也是 你不会一打到球 手就停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你会把它 打完之后 你的手就很顺的 那个杆子跟你的手 就会跑到你的这个 要是你是右批 还是像我一样的话 就会是在你的左肩后 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打完高尔夫球 都是这个表情 所以这个 所以你的起杆 是你的这个upswing 然后你的down swing 是下杆 然后打完之后 你要follow through这个动作 把它一贯性的完成它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也叫follow through OK 投球也是 你投完的姿势是这样 对不对 你不会这样子投 对吧 你会来follow through 把它动作完成 所以这个把动作完成 就叫follow through 好 所以跟我们刚刚说的 把你的承诺给它完成 我认为其实是一个 蛮 意识上蛮相同的东西 总之就把你一个动作走到底 就是 走到底 所以我说我要推出音乐圈 结果真的guilty了 好 我就推出音乐圈 然后就推出了 把一个承诺走到底 对不对 好 这个好像没有必要讲那么久 但是反正就这样了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这个很充满情绪的 这个史诗般的这一个 这个版权的这一场战争 so the emotions of an epic copyright fight that stretched across most of the last decade spelled out as soon as the seven person jury revealed revealed its verdict after over two hours of deliberations 所以这句还有点重要 好 这说了什么东西呢 他的动词其实是这个spill out 所以情绪就整个宣泄了出来 然后他就把手埋在 把头埋在手里 因为他有点情绪有点overwhelm他 所以他这里说 the emotions spilled out 什么东西的emotion呢 就是这一个epic copyright fight 那epic的意思就是死诗的 为什么讲死诗 因为他真的测很久 所以你后面就知道 他在过去十年都在打这个官司 所以他称它为epic也不过分 so the emotions of an epic copyright fight 那这个fight呢 stretched了过去的十年 that stretched stretched就是延展延伸 所以stretched across most of the last decade 大部分的这过去十年里 所以emotion就溢出来了 spelled out 那spelled out是 这个东西一怎么样 他就spelled out出来了 所以这个一怎么样 我记得我们好像 昨天来前天的在讲过 什么东西怎么样 另外一件事又怎么样 所以他 他一被判决无罪 不是无罪 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 我想有罪无罪是不是太过分 反正用这个词无所谓 所以他被宣判是无罪的 那他的情绪就出来了 so as soon as 你看 那个七个人的jury 所以我一直理解为 就美国的法律 他们用的那个陪审团都是12个人 那这里看到七个人 我在猜是不是英国的 但无所谓 the 7 person jury reveal他的verdict 刚才说过 after over 2 hours of deliberation 经过了超过两个小时的deliberation 所以什么是deliberation 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辩论 所以 那种陪审团的辩论 我们通常不叫它debate 我们通常叫它deliberation 也可以用动词deliberate so the jury is deliberating over the case 那但是deliberate这个词 如果你不把它当成动词来用的话 可以当成形容词 形容词的意思就是故意的 ok so if you do something on purpose 那这就是deliberate 这样子 so you made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你有一个故意的一个 刻意的尝试做一件什么事 so deliberate 没问题 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他 他就把他的脸 掉到他的手里 刚刚讲的手埋着脸 so Sharon 32 briefly dropped his face into his hands 把他的脸 就埋进到他的手里面 in relief if是放松的 before standing 就在他站起来之前 所以后来就站起来 ok 就站起来之后呢 包包他的这个律师 那律师他用的也不是lawyer这个字 他们很常用一个委托人 我们叫他attorney ok 所以包包他的attorney 那随着这个一个一个的陪审团 陪审团整个叫jury 那一位一位的陪审团员叫jewer 所以as jewers left the courtroom in front of him 所以随着这些jewer 在他面前离开法庭法院的时候 所以left the courtroom court room就是那个法庭 在他面前走过去 so Sharon smiled nodded his head as several of them 所以他就微笑 然后点点头 然后还嘴巴上 因为还是不好意思讲出来 所以他这个嘴巴就 就从他嘴唇读得出来 谢谢这样子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动词 就是嘴巴mouth 所以mouth这个词可以让人动词来使用 那动词的意思就是用嘴型来去讲出字来 所以he mouthed the words thank you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 这样子 ok 好 要是你没看萤幕的话 总之我就来说thank you这个字 这是不发出声音 ok 好 所以那后来他还跟其中一个人拍照 so later he posed for a hallway photograph 所以在这个走廊拍了个照 with a jewer who lingered behind 所以其中一个jewer他还故意在那边待着不走 所以滞留不走他用的词叫做linger 也是ok的 我记得也讲过这个词linger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用在描述 例如说你酒壳不遇 像我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酒壳不遇 所以you have a lingering cough ok是很常见的一个词 ok lingering cough 所以这个jewerlinger的一下下 ajeran出来了 我们合照一下 那我猜他可能本来就是他的知识者吧 我也不知道 好最后再学一个字 他后来跟原告 因为这种人告他嘛 那告他的人就是刚那个人的后代 其实 所以就写那首歌的人的 其实这两个人之一啦 的那个后代这样子 那所以他就告他 所以原告的英文叫做plaintiff ok so he also approached 这里说 所以他也去接 就去跟那个原告说了一下 哦好了不好意思我也know了之类的这样子 总之 no hard feelings i guess ok 所以你只是想捍卫你的东西 我捍卫我的东西 那判决出来了 我们也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什么 so he approached plaintiff Katherine Townsend Griffin 所以名字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的plaintiff就是原告 那所以atturean是被告的 那被告就是需要捍卫自己的 所以被告叫做defendant 所以或许你看过这个字叫做控告 控诉叫做accus 所以你可能会说 啊原告不叫accuser吗 也不是说错 可是法庭上不会用这个字 法庭上用的字叫做plaintiff ok plaintiff 那被告就是defendant 这样子 ok 好那也恭喜他 我自己听过这两首歌 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集就是那个 那个卢广仲的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跟那个reality这个老歌 听起来好像旋律也似乎有一点点相似 至少他的那个和弦的进程是一模一样 可是说真的 和弦进程一模一样的歌太多了 那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连tempo很像的 所以不要讲说和弦进程一样 就chord progression一样 不止这样子 tempo很像又怎么样 说真的 因为很多歌不就是 就是就是四拍的tempo吗 对不对 那 所以 这方面的相似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连melody很像 我觉得都 都还算是真的次要的东西 那到底什么才会算是有抄袭人家呢 我也说不上来啦 说实在的 呃 所以 讲这好像蛮废话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的专家 pinocchio才是 所以说不定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看法 但总之恭喜add cheering 就能够脱罪了 没事了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